局處首長、媒體朋友、一言同仁 大家午安 當然有些人在講說 警察現在的警戒這一次的六年條款的調動 其實本席這裡 大家提供一些意見大家參考 每一個局處的人事的任用、調動、移撥 都是人事權都在局長的手上 我們都應該要予以尊重 其實整個局處內部人員的調動 只要法有明定、有依據可循的話 應該要予以尊重 因為未來的成敗還是局處首長要負責 沒有人會把台中市的治安當成一個玩笑或是兒戲的再處理 所以說我們也要相信警察局長的處理方式 你請坐 最近你也辛苦了 其實台中治安要好 我相信有心 人家說人家老 難免會老遠、昏花看不清楚 但是心如果在的話 用心感受是最重要 台中的治安 確實有變得更好 我們都應該要予以尊重 不要改天又出了某一個風氣問題 又要管說 為什麼你管不好 我過去我的印象中 進行 胡前市長有位局長叫 木貴新局長 他要公貴一句 滾石不生胎 既然法有明定 有這個辦法 該執行還是要執行 當然 剛才有一些議員在煩惱說 烤雞的部分會不會掉 其實都在本市調控 應該工獎要隨著他移撥到哪裡 會工獎跟著他走 除非是外縣市進來的 你再作為考量 其實這是本市的建議 另外 你現在要告訴我們官吕局長 你很用心的寫這份報告 但是因為你曉得 財數學前看比較沒有 例如說在第二頁裡面寫說 112年迄今 你有跟了幾個 國家跟城市跟他的機場有協調 全都在日本 我們獨得一間泰國的 一間是在泰國 你也有把10個間航空公司 積極的在洽談 航班跟航線 真認真 你很認真 也很用心的 但是 寫整本 廢話啦 為什麼 你最後面又寫了一句 目前中央主管機關 簽訂國際航約 未充分授權 台中國際機場 定期航班的開航權限 你努力幹嘛 你要努力做什麼 你跑去日本 找了幾個城市 找了幾個機場 跟很多航空公司 說一支飛機 沒有授權給你啊 你剛才講的 跟某個議員講說 你會積極來幫忙 你能幫忙什麼 你要幫忙他什麼 你要幫忙什麼 有13條定期航線 7條包機的 你要幫忙什麼 什麼 都是交通 沒有在訂的 連我們的水南 所謂的國際機場 進行 你臨前市市場 的時候 改一個名字 歡迎到鬆軌 各位 在歡迎什麼 還是一樣 非短期而已 能夠變成國際嗎 你跑了幾個國家 你台中市的管理局 能夠做什麼 未來會展中心 開館啟用的時候 你能夠你的機場 能夠達到什麼樣的功能 我看你也是愛莫能助 寫整本 寫什麼之後 結果你是沒管理的 你在寫什麼 你在寫什麼 你很用心的在寫什麼 你能夠做什麼 能夠幫到什麼忙 還是幫到忙 報告一座 我要回答嗎 我問你在幫什麼忙 立姐 你是幫到了忙 還是幫到忙 報告一座 我們台中市政府 一定有幫到忙 因為從 幫到忙 你的幫到忙 因為權限不在你這裡 你一直講 人家中央又不買帳 包括現在的交通部長 你是台中市的前市長 有沒有 現在是台中市的前議員 很優秀的前議員 他會幫你的忙嗎 所以說一路你就在幫到忙 對不對 因為沒有管理啊 立即這樣子 你趕快發個公文 叫他授權給你 這比較重要 那不是 報告一座 那個 國際的航線 任何航線 都是中央的權責 沒有錯 但是我地方 我能量要表示說 我台中機場運能 你一個目的 會選擇 問題 叫他